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便买点东西就要支付几十万越南盾 而越南的人均工资却只有约合1300多元的人民币 因此很多去过越南的小伙伴应该都见过 有许多越南人因为工资太低买不起吃的 都开始从花园摘花草吃了 所以说事到如今去越南旅游 1000元钱已经满足不了玩一个月的愿望了 不过吃吃海鲜痛痛快快玩上几天还是可以的 比起星马太来说去越南总归是要便宜许多 因此小伙伴们有兴趣去越南看看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